早安YouTube 我是藤原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裡我會分享書學者也能瞄懂的日文知識 在上集影片中 我們學了日期的講法 1月20日 1月20日 4月1日 4月1日 9月17日 9月17日 7月10日 8月6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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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雖然沒有說很好記 大家多練習幾個日期 這樣持續一陣子還是可以記起來的 今天我們要繼續學第五課的其他重點 注詞 え で と 的用法 移動的動詞 因為用什麼注詞跟動詞有關 所以這兩個我們會一起講 では 始めましょう 文型1 東京へ行きます 我要去東京 這句很短 而且我們一看漢字大概就懂了 但是有一些致命的小細節 a 因為在這邊當作助詞 發音是 e 不是 he he 是作為一般單字的時候 才是這個發音 這個特性呢 跟哈是一樣的 哈也是當作助詞的時候 後會變成 wa a 表示移動方向 所以後面一定會接移動的動詞 我們看到a就知道 後面的 行きます 是移動相關的動詞 也就是 去 但是這句話跟我們之前學的有點不一樣 怎麼沒有 Watashi wa 呢 這是因為藤原把它刪掉了 日本人在實際講話的時候 不太會把Watashi wa 放在前面 如果你像文型這樣說話 完全沒有說是誰要做這件事 那就是自己要去做 但如果你是要說別人 比如說 Mikki-san 那你就要說 Mikki-san wa 東京へ行きます 以此類推 如果 Mikki-san 人已經到東京了 那就要換過去式 Mikki-san wa 東京へ 行きました 另外一個小小細節 大家都會忽略的 假如你跟Mikki-san 都是在大阪 那他去東京 當然是用 去這個字 而且要用現在式 因為你們兩個都還沒有去 但如果你跟他一起去 那當然要用來這個字啦 所以文型2 Watashi wa Mikki-san to 東京へ きました 我跟米奇小姐一起來東京 這句話跟文型1 一樣 可以把 Watashi wa 拿掉 變成只有 Mikki-san to 東京へ きました 意思不變 這邊的 是表示 動作夥伴 也就是跟某個人一起做某個動作 的意思 後面是 後面是來東京 那就是 一起來東京 而且因為你們已經來了 所以你的來 也要換成過去式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來的前面加了一個A 也是表示移動方向 文型3 電車で うちへ帰ります 我搭電車回家 首先我們又看到了 え 後面有個 かえります 回去的意思 所以就是 回家 家有兩個讀音 一個是 うち 一個是 いえ 這句又出現一個 著詞 で 是表示 搭乘的意思 也就是說 你的で 前面可以放各種交通工具 你可以放 バス 公車 たくし 機程車 バイク 機車 或者是 新幹線等等 如果你是用走路的 你並沒有搭乘任何交通工具 就不會用 で 這個字 會變成 あるいで 帰ります あるいで 原本是 あるきます 我們看到ます就知道它是動詞 走路的意思 但是這句話後面有 かえります 這個動詞 如果我們要把兩個動詞 接在一起 前面的動詞要換成 てしん てしん在之後的課程會介紹 這邊先記 あるきます 會變成 あるいで 就可以了 另外有一點小補充 就是以上所有的A 都可以換成另外一個住詞 に 整句的意思不會有變化 但是如果你要深究它們兩個有什麼差 A是表示移動方向 A是表示移動方向 N是表示移動後到達的點 就結果而言 就結果而言是一樣的 只是細節意思不一樣 如果你只是想要講話讓別人聽得懂 或者是聽懂別人講的話 兩個都是可以使用的 今天的練習是 メッキーさん才剛到東京 同事就問他 你是怎麼來東京的啊 假設他是搭新幹線 應該怎麼回答呢 請在留言區作答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我是彈員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